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常都是把腫瘤拿掉 大概是開刀或者是化療 其實除了還能保有 應該沒有辦法了吧 不然就是龍胸的話 也要有乳房組織才行 我覺得蠻必要的 因為這樣對一個原本 有這種身體的女生來講 很難去恢復自信 那現在有很多整形手術 樂活醫學堂 台灣好健康 大家好 我是台北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護理長吳婉晃 今天要來跟各位探討的主題 其實跟我們的廣大女性觀眾朋友 息息相關 就是乳癌病患的乳房重建 那在過去的節目當中 我們知道乳癌一直是我們台灣 女性國人癌症發生率的首位 並且殘連多年 那有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選擇 對自己有利的乳房跟除性手術 那其實喪失乳房 帶來的一個心理衝擊 可能也許比帶來給生理的影響 還要更大 那甚至對於女性病患 年輕的女性病患來說 這樣的一個身體性向改變的問題 可能更為的嚴重 那所以乳房重建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幾年慢慢的開始被重視 甚至有她的必要性 今天要來用深入檢出的方式 跟我們討論乳房重建的專家 是我們台北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簡雄飛副院長 他同時也是我們 整型外科的專科醫師 歡迎簡副院長 謝謝主持人 在乳房重建的確很重要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看看乳房的來源 來由 那是由皮膚的汗線慢慢演化而來的 但是他在生完孩子以後呢 還有秘乳的功能 那事實上如果只要秘乳的話呢 事實上只要雞蛋一半的雞蛋大小就可以了 但是人類呢是普魯類中唯一 在普魯完以後 還能夠維持這個乳房的一定的大小的 那這一點呢 一定有它的演化上的一個重要性 也就是說它是女性性徵的一個重要的表徵 那以前呢 在沒有乳房重建之前呢 我們都用內衣的一個填塞物 另外呢 病友呢 要得到一個非常柔軟對稱 那這樣費用也是相當合理的一個重建呢 是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那重建的醫生呢 當然所使用的方法也要 也要非常的比較簡單 那時間不宜過長 那風險比較低 那因為目前呢 健保還沒有包括這一 重建的這一塊 所以都還是自費的部分 OK 那我們了解到剛剛姐夫您提到的 提到的就是 一個良好乳房重建的品質 醫生跟病患所在意的一個部分 那麼接下來 針對乳房重建的一個時機點 簡婦這邊我們針對乳房重建的時機 依您的專業 要不要給我們的觀眾一些建議跟重點的提醒 是 其實現在的重建都是立即重建 也就是說在乳房切足後呢 就接著就做 那主要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少了一個心理的創傷 對 那也少了一次的麻醉 那另外呢 就是你這個比較有充足的皮膚來重建 所以效果會比較好 當然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病人從來還沒有失去過乳房 所以它的滿意度呢 會稍微比所謂的延遲重建呢 來著低一點 低一點 所以延遲重建呢 事實上就是等病 病況好了一兩年以後才做 但是這樣子的效果呢 會比較差一點 好的 那麼 簡婦這邊 那剛剛提到乳房重建的時機 很重要 那所有的病患都適合去做乳房重建嗎 是 其實實際上 只要有這個意願 有這種想法 實際上現在是都可以做 不一定說 就淋巴油轉移就不能做 主要是因為現在的治療非常的進步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治好 那除非說已經這個病況 已經嚴重到侵犯到這個胸臂了 或是有遠端的這個轉移 那或是有發炎性的這個乳癌 才說盡量不要做 如果用自體組織來重建的話呢 肥胖也是一個禁忌 否則全部的乳癌 大部分都可以重建的 所以肥胖我們一般認知就是 脂肪比較多 可是它反而卻比較不適合 來進行乳房重建 對 那是只用自體組織的時候 如果是用溢乳跟擴張器的話 是沒有這個限制 好 那剛剛檢復這邊提到 擴張器跟溢乳的部分 那麼我們在所謂的填入物 植入物 也就是溢乳的部分 還有剛剛講到的脂肪回填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種類 可以供我們選擇 是 其實根據美國2014年的統計 其實八成都是用外來的物質 只有兩成是用自己的組織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合成的物質 現在已經很進步了 像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一個擴張器 擴張器裡面有一個打水的孔 我們從皮膚外面 就可以打生理食鹽水進去 然後慢慢的擴張 這個就是所謂的果凍矽膠易乳 那現在並不鼓勵一次性 就說一次就放進這個果凍細膠易乳 為什麼 等一下會再說明 那事實上是大部分 73%都是用兩階段的 就是先擴張器 然後再放入易乳 減婦這邊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乳房重建 對於女性朋友來說 我們就是重拾外觀的自信與美麗 那這是其中一個目標 那不知道減婦這邊還有伊寧的經驗 在病患他們會比較在意哪些細節呢 其實我們的重建的目標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要柔軟 對 第二個就是對稱 讓病患好穿衣服 也就是說他不用改變他以前的 穿衣服的任何習慣 那甚至我們等一下會講還可以調整 那事實上還可以豐胸調整 所以呢 事實上目標呢 就是要柔軟跟對稱 那不改變你的穿衣服的習慣 好 那姐夫您剛剛帶了示範的道具嗎 那可不可以就擴張器的部分 再多跟我們觀眾做一點介紹 是 在我們的乳房外科醫師把乳房切除以後 我們接著就把所謂的胸大肌 就拆起來 然後放入這個擴張器 當然這個也需要技術 就是說它的位置大小選擇都要適當 然後再把皮膚縫合起來 然後初月以後呢 我們在門診的時候呢 再從外面打水進去 我們一般大概打兩次到三次就可以了 那等這個兩三個月以後呢 這個夾膜成熟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它換成這個果凍矽膠液乳 從原來的傷口進去 甚至比較小的傷口就可以放進去 那這樣子呢 這個液物呢 都在這個胸大肌下面 這樣子得到一個保護 那也比較柔軟 看起來也會外觀比較自然 自然 對 好 那麼 檢富我們知道 乳房重建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於乳頭重建跟乳雲重建的部分 那可不可以就這個部分 再多跟我們觀眾做一點說明 其實在這個乳房重建後呢 一個月左右呢 我們還可以做乳頭的重建 那 那個乳頭的重建呢 事實上是用一點耳朵的軟骨 我們放在這個皮板裡面呢 然後再也是經過兩階段 然後再把它折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乳頭 那乳運的部分就是要靠刺青 那刺青 那事實上 這樣做好的乳頭呢 事實上很容易被壓扁 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利用一個牙膜的方式呢 去把它做一個保護套 那這樣子帶呢 帶了半年到一年之間呢 它就不會萎縮興趣 那我們得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剛剛簡副有提到 我們其實一般現在比較常選擇的是 術後立即重建 但是立即重建又必須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用所謂的擴張器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擇使用擴張器呢 那當然說為什麼我們能夠擴張得那麼容易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堅固的這個熱骨架 對 就是在乳房的後面 那這樣子可以很容易的撐起來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開完刀的這個皮膚呢 它的神經都被破壞了 對 所以呢當我們撐起來的時候並不會很痛 另外我們縫合得非常的好的話呢 皮膚也不會這樣就裂開來 另外一個附帶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裡面施以壓力的時候呢 這個剛開完刀的這個剩液也會比較少 我們就可以比較早的這個拔除這個引流管 那這樣也會減少這個感染的機會 好的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要分成兩個階段 是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選擇了所謂的立即重建 那有一些病患他就會去想說 我就是希望一次到位一次完成 是 所以為什麼要分成兩個階段呢 分成兩個階段的好處跟優勢又在哪裡 是 因為我們切除乳房的時候 乳頭乳硬有些情況都會拿掉 所以你的皮膚一定比較少 所以直接放進去一定是太緊了 那位置也可能不對 然後甚至皮膚會壞死 那如果萬一你又需要做放射線治療的時候 這變得很硬 那效果又不好 那最重要是你的位置萬一有點高低不對的時候 我們又要調整 對 那最重要如果經過兩階段呢 他甲膜軟縮的機會也比較少 那所以這樣子融林中有呢 大概有超過五成的這個病患呢 如果你只有一次就放進去呢 都需要再次的手術 那與其這樣子呢 產生這麼多併發症 不如呢我們就安全的分成兩階段 好 那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呢 來顯現這個做法 好 那我們下一段回來 再讓我們的檢婦院長 為大家做一個案例的說明 我們上半段的節目先到這邊 我們待會見 歡迎回到樂火醫學堂 在上半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已經了解到 為什麼立即重建的手術 還必須要分成兩次來進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 避免軟縮 還有避免因為後續治療 所以造成的必須要再次的手術 那麼檢婦這邊 您有沒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做一些分享 是 有的 我們在做了大概 我們就是 由這個圖上我們顯示 在最左邊這個呢 就是在門診的時候地方 我們可以從外面打生理食鹽水 那大概分三次就可以打了 比對側呢 我們盡量是超過15%左右 那這樣的話呢 會得到比較鬆軟的一個皮膚 那這個就是打完這個擴張器的情況 那下一張的話呢 它這個 最上面呢 是打擴張器的時候 它的位置呢 不一定是很對 但是中間是數前 那我們在最下面這兩張呢 就可以換上這個果凍矽膠的時候呢 這樣可以把它的大小增加 對側呢 也做了一個豐胸 那這樣就完成它以前的這個願望 那是讓得到這個美觀呢 更自信 比以前更美麗 對 哇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樣的胸型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剛剛檢富有提到說 我們放入擴張器的目的是要擴張它的空間 大概15到20% 然後這樣才能夠去做雙側的一個調整 是 那麼植入液乳的部分 在液乳的選擇上面 是 我們又有哪一些可以 種類可以讓我們做一個挑選呢 是 我們現在已經放棄用水袋的方式 主要就是說果凍矽膠呢 它的觸感呢 比較柔軟 那比較自然 那另外就是它是不會 不容易破裂的 所以雖然在美國通過的時候 它有一個附帶就是說 三年要做一次MRI 核磁共振 但是讓我們的病人都沒有做過 因為沒有這種懷疑 破裂的懷疑 對 那另外它的這個支撐性比較夠 所以它這個表面呢 比較不會有成破浪狀 當然它還是 皮膚如果很薄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一點的 那最重要的是 即使是裡面真正破裂 裡面的這些物質呢 據廠商報告都是無毒的 所以是不會對人體有傷害 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矽膠 其實是對人體有一個 比較高的一個相容性 是 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水滴型的液乳 它這是最近再出來的 但是呢 它是比較適合人身高比較高瘦的 那乳房又有點比較下垂 沉水滴狀的時候呢 比較適合 那因為它是用粗糙面做的 那所以呢 比較硬一點點 那它的價格大概是兩倍的價格 另外就是說因為粗糙面的關係呢 在歐美呢 有發現有一種淋巴癌呢 跟這個使用粗糙面有一點關係 但是在亞洲呢 事實上都沒有發生過 事實上我們也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不過我們現在用的呢 就是以光滑面的這種 這種果凍矽膠為主 好 那麼減負我們其實所有的外科手術 都在追求就是所謂的微創 傷口小 復原塊 那麼重建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所謂的內視鏡 或者微創手術可以進行 是在我們北醫呢 事實上有醫師呢 他就是利用一個內視鏡的方式 在從離胸部很遠的地方 就進去把整個乳房都可以切除 那他的傷口非常的小 那當然我們交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要用內視鏡呢 去把它拆成一個很好的一個位置 然後放進這個擴張器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得到的這個結果 跟原來呢幾乎是沒有差別 甚至還會稍微提升一點點 那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既然是手術我們 其實醫護人員最擔心 就是所謂的併發症 那在乳房重建的併發症 我們有哪一些是要注意的 其實併發症是不多 其實第一項是比較多而已 就是說看完刀 有時候皮膚有部分的壞死 那這個我們在門診的地方 就會趕快給它清窗 縫合起來 那就不會有造成感染的問題 比較稍微 相對比較多一點點的是 不對稱的問題 那我們都有好的方法 等一下會再解釋 那至於感染呢 我們做的結果呢 大概500多例裡面 只有5例左右呢 有發生感染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化療的時候 免疫力低下的時候 那我們在開刀當中 非常注意這個無菌的操作 對 然後也有一些使用抗生素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至於擴張劑破裂都很少 那夾膜的軟縮呢 因為我們分兩階段的話呢 幾乎是沒有看到 頂多我們所謂分四個級的話 都是在前面第二個級 跟第一級這樣子 對 是 是 簡婦您有提到 您手術的感染率只有不到1% 是 那不知道國際上的一個數據 國際上很多報告呢 都是在9% 10%以上 而且我們的感染都是在第一期的 擴張期的時候 放入液乳以後呢 事實上都沒有感染過 那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想要再瞭解一下 就是剛剛 簡婦有提到說 關於不對稱 不對稱的部分 你問我們之後要怎麼做一個調整 是 當然有可能 比對色高 那我們就把它放下來一點 稍微相對簡單 所以比較難的是 比較低的時候 提高 我們要把它拉高了下來 那因為我們 我們有多一點的這個皮膚呢 我們利用這個 這個擴張器外面的一個夾膜瓣呢 利用這個夾膜瓣 拉提我們這個下緣 讓這個整個下緣呢 像一個睡袋一樣 像一個睡床一樣的 這樣的方式把它拉高起來 那這樣就會得到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弧線 那這個是我們也是 比較獨創的方法 好 那麼大概液乳的部分 就到這邊 應該跟觀眾朋友 介紹的差不多了 是 那剛剛檢婦有提到 我們乳房重建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脂肪回田 是 那可不可以針對脂肪回田的部分 再做個說明 是 其實現在已經有人用擴張器 先擴張以後呢 然後再用自己多餘的脂肪 抽出來以後呢 再打入我們這個皮板裡面 那這樣子的做法 當然都是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應用更多呢 是利用這個超音波 這個抽脂的技術呢 把這個 這個不需要的地方的 不需要脂肪的地方 抽出來以後呢 因為它這樣 這種方法呢 比較不會傷害到神經血管 初血少 那併發症少 另外呢 這個脂肪細胞裡面的 幹細胞又特別容易存活 所以我們 經由 經由這個離心以後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它這個 離完心最上面那一層呢 就沒有被破壞後的那種油脂 就只有兩層 就是下面是血水 中間是脂肪 那這樣子的脂肪呢 我們就可以回田 到我們這個需要 凹陷的地方也可以 或是說整個胸部呢 只要我們一次呢 不要貪心 大概如果 增加了那個 那個 那個 罩杯呢 半個罩杯呢 事實上都做得到 好 簡婦那不知道我們 那個抽取脂肪的部位 有沒有哪一些部位 是比較 我們比較習慣去選擇的部位 當然是下腹部啦 或是我們那個 大腿兩側這個地方 是非常這個 常常需要抽取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出來 我們那個 出血量都非常的少 那離心以後呢 都非常的這個乾淨 最重要就是利用這個 超音波抽脂的技術呢 只把脂肪給震下來 然後再輕輕的抽出來 那所以得到一個 相當好的結果 好 那麼其實提到乳房重建 不免就會聯想到一個 國際名人 安傑莉娜丘利 是… 他因為家族基因的關係 所以他提早去做了一個 預防性的切除 是 我們不知道檢腹這邊 是 依您的經驗跟您的專業 是 我們有哪一些危險因子 其實可以建議先去做一個 預防性的獨方切除 其實我最近就有一個案例 她30歲左右的一個女性 她媽媽跟她阿嬤 一起來做嗎 外祖母 外祖母都有 不是 都有獨癌的關係 所以她 雖然她一直在檢查 但是她還是心裡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們就做了兩側性的 這個預防性切除 事實上 事實上是 只要說 如果你 當然基因檢測有問題 當然是一定要 盡量要做 但是有一些 像一些組織 像組織型 像小 乳小葉的原胃癌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兩側都有 那我們也希望做兩側的預防性切除 但是現在歐美 一側有乳癌的時候 對側拿掉的機會 甚至高達80% 那據有一個報告 它對側裡面有危險的病變 也高達14.6% 也是相當高的一個數據 對 所以只要你有這種疑慮 事實上 預防性的乳房切除 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 預防性的乳房切除 我們一般都會做跟除性的嗎 還是說就局部的 做一些耗發部位的切除 我們都是整個乳線都切除 但是當然我們的皮膚 就會留得更厚 然後皮瓣更美 乳頭乳印都一定是保留的 所以幾乎是跟原來的 是沒有兩樣的 是 好 那麼今天節目已經到了最後 那想要再麻煩 減負這邊 是 最後再給我們觀眾朋友 做一些重點的提醒 以及結語的部分 是 我們現在使用兩階段的 先用擴張器 再放入果凍矽膠液乳的這種方式 事實上是減少很多的併發症 所以絕對不會影響到你的這個 乳癌的治療 對 另外呢 你這樣子做 重建完的這個乳房非常的柔軟 然後甚至你不需要按摩 都可以 都可以達到一個幾乎跟你原來正常的 差不多一樣的這個乳房 那你可以做任何的運動 你要坐飛機 你要去做三溫軟或是洗溫泉 都沒有禁忌 趴著睡也是可以的 也都可以 那唯一叮嚀的就是說 不要去針刺他 也就是說不要去針灸 對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想你都可以安心的 就恢復你 你原來的美麗與自信 好的 謝謝簡副 那我們知道 癌症的治療的最終目標 都是希望可以幫助我們病患 回歸原本正常的生活 那麼 乳房重建其實 針對乳癌患者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麼在這邊我們就呼籲 各位年輕女性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乳癌的發生率 其實年齡層也 漸漸的減低了 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請儘快的找我們 整形外科的專科醫師 去做一個評估 以及諮詢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簡副 帶來這麼精采的一個說明 樂火醫學堂 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週再見 我們下週再見